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视频连线同济医院、协和医院、中南医院感染新冠肺炎的医务人员 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他们的关心和慰问 希望他们安心养病、坚定信心、争取尽早康复 他叮嘱收治医院要利用好高水平国家医疗队的资源 精心制定治疗方案 对重症医务人员要一人一侧提供优质的治疗 各方面特别是湖北、武汉 要做好感染的医务人员的关心关爱 协调解决他们在生活、家庭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给予周到细致的帮助和照顾 孙春兰说 广大医务人员不惧风险、冲锋在前 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做出重要贡献 是抗疫战斗中的勇士 要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、关心、爱护医务人员的政策措施 及时安排医务人员轮换休整 不断加强科学防护和防止医院内感染 做好包扬激励、抚恤优待、待遇保障等工作 使广大医务人员始终保持强大战斗力、昂扬斗志、旺盛精力 持续健康、投入抗疫斗争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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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常 减视频 我们能看 非常幸福 让미 有 微 啊 有